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movement是在这个35秒之间 它从这里变到越来越快 然后后来它保持一个速度 然后它就越来越慢 然后它就停下来了 它停下来的时候是在第35秒的时候停下来 那么它问的是 它是uniform speed的时候到底是在哪一个second uniform speed的时候 所以uniform speed的时候自然就是从这个8到这个25 因为它是平平的时候 所以答案就是25减掉8 所以答案是17秒 它有17秒的时间 它的速度是uniform的 那么b 它的rate of change in speed 记得吗?我在video讲过如果是rate of change的话 就是要找gradient 那么gradient就是y2-y1除x2-xe ok 它要问的是最后10秒钟的gradient 最后10秒钟的gradient 那么你y2-y1 y2是16 y1是0 所以是16-0 然后x2-xe是35-25 是10 所以16除10 然后为什么要放一个negative 然后为什么要放一个negative 因为这一个 ok y2是0 所以是0 减掉16 因为16是y1 然后x2是35 减掉25 减掉25 ok 所以你看到0减掉16的话 就会是negative16 所以你看它的答案才会有一个negative ok 所以16除雪就是negative1.6ms2 ok 就是m per square second ok 然后最后 找出value of v 如果total distance是432 ok 现在 因为这个是speed time graph ok 所以 speed拿来乘time的话 才会等于distance ok 才会等于distance ok 所以 如果是speed乘time的话 意思是说 我们要找的是area ok 那么这边是area a 这边是b 这边是c 那么a是一个trapezium ok trapezium就是v加16 然后乘8 然后乘2分之1 ok 这个就是a b 然后b是什么 b是一个四方形 ok 我的话我会自己17乘16 但是它把这整个变成是一个trapezium 如果你按照这个答案的话 它是把它整个看为trapezium ok 这样它算得更快 所以是1分之1乘17加27 为什么是27 35-8 等于27 ok 然后再乘16 高度是16 ok 所以这个是b加c 等于432 ok 然后64加352 减 432 等于16 所以v等于4 ok 好 接下来 我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跟我们讲 Sarah 她从 她驾一辆车 驾了165km 她从马六甲去到巴胜 ok 因为要去看她妈妈 然后这一个是她的那个journey 她7点 她就准备出去 然后8点10分 她走 她驾了85km之后 她就在这个R&R十人班 ok 她有一个breakfast 她吃breakfast 然后再过一个35分钟 她就 她就继续走 她走一个80km 9点55才到家 ok 那么这个是一个distance time graph ok 所以意思是说一开始 她是从 165km开始出发 ok 她出发了 她到这个P 这个P是第70分钟 ok 这个P在第70分钟 那么这个第70分钟到底是哪里 ok 我们这个7点到8点10分 刚好就是第70分钟 ok 因为一个小时60分钟 再加多一个10分钟 就是70分钟了 ok 所以意思是说 165你要减掉85 减掉85的话 意思是说这个P就是80 ok 然后呢 这个Q 什么地方 ok ok 这个Q ok 我们 因为这一边只有4个点 所以这个Q 要加多一个35分钟 就是这个rest time ok 加一个35分钟 then 这个Q 最好的答案就是105 因为她休息了 她休息了多久 她休息了35分钟 所以到这个Q的时候 你的线应该还是直的 ok 应该还是直的 因为她完全没有动 ok after that 她用了 又多一个70分钟的时间 去到她妈妈的家 所以 她会这样子下来 所以你的这一个 P 是80 km Q 是105 min 然后 第二题 它叫我们complete the graph 所以你的graph的样子 会是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来看答案 ok P 是80km 对 跟我刚刚讲 Q 是105 对 ok 然后 答案 在这边是这样子 ok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东西 那么好 我们做了这个之后 我们来看B B 他问的是 ok 总共 总共的 ok 总共的 平均速度 是这样 ok 所以我们总共 ok 如果平均速度的话 ok 我们的这个是这样子 这个是D 是S 这个是T 这个是D 这个是S 这个是T 所以你要把你的手 盖在那个S上面 你会看到上面是D 下面是T ok 所以意思说 是Distance through Time 所以我们总共的Distance Total Distance是多少 Total Distance 是165km 总共Travel了165km ok 那么Total Time 因为他这个要的是Hour 所以你要把那个175min 换去Hour 所以这个 他这边 他拿来除60 就变成 2u12分之11 Hour ok 所以Distance 除 165 除 2u12分之11 所以答案就是 56.57km h 这个才是我们的Average Speed ok 意思是说 整成他加了56.57km ok 意思是说 如果他得加快一点 他就可以更早到 可是他只加了55km ok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所谓的Average Speed ok 现在我们来进第三题 第三题 他跟我们讲 这个是一个Distance Time Graph ok 除、Fu跟Hour 在一个100米的比赛 ok OLM 是除 所以从这边 这边 然后到这边 所以在100米里面 ok 除是从0 走到75米 然后再也不走了 ok 在这25秒里面 他走到75米 然后他再也不跑了 ok是什么 ok是 这个Fu 他从这个0 到18秒期间 他跑了100米 那么这个Hour Hour是OPQR 所以Hour是 他到了 他12秒期间 他到了50米 结果 可能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停了一个6秒 停了一个6秒之后 他再走7秒 上去到100米 ok 他再走7秒 上去到100米 好 所以题目问的是什么 题目问的是谁赢了这个比赛 ok 这个比赛肯定就是 这个OK 因为他在18秒 因为他在18秒 他到了100米 不可能是这个Chu 因为Chu只跑了75米 也不可能是Hour 因为Hour用了25秒才到100米 所以 赢家一定是负 ok 那么好 During the race Chu fell and got injured He stopped running Chu 他的确跑了 可是他跌倒 他就没有继续跑 请问 他到底跟 跟离终点线到底多远 ok 就是这一个 100米 减掉75米 就可以了 因为 只差了25m 第三题 During the race Hour slipped and fell over ok Hour他跌倒 然后过后他又继续跑 所以 到底他跌了多久 ok 所以就是18-12 是6秒 OK 所以最后你要算Hour的Average Speed 所以Hour到底总共跑了多远 它总共跑了100米 它总共用了多少秒 25秒 所以是100除25 所以它总共跑了4米 20 per second OK 好啊 好 那我们进去第四题 第四题也是一个 Speed Time Graph ok 是一个 Speed Time Graph 然后过后 A 他问你 Uniform Speed 是哪里 Uniform Speed 就是 从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那么他问的是 Uniform Speed 是多少 所以这个地方到底是哪个地方 是25m per second 所以我们的Uniform Speed 是25m per second 所以我们的Uniform Speed 是25m per second B 他问你的是 Rate of Change OK 前六秒 的Rate of Change OK 一样 Y2-Y1 所以 Y2-Y2 25-13 等于12 OK X2-X1 6-0 等于6 所以12除6 OK 12除6等于2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 Rate of Change of Speed 是 2m per second Square OK 那么最后 他跟我们讲的是 Total Distance 是214m 找出T OK 直接用Trapesium 也可以 OK 或者你要用 Square也可以 OK 所以 A B 是这个 那么我们先看A A 是一个Trapesium 所以它是这个Shape 所以它的 它是13加25 乘6 乘2分之1 所以会等于这个 那么B是一个长方形 所以25乘T-6 OK 25乘T-6 所以等于这个 OK 算算出来你就会拿到T等于10秒 OK T等于10秒 OK T等于10秒 好 最后我们来看这个Zone K 吧 OK 它跟你讲 The Diagram in the Answer Space Show is an incomplete speed time graph OK 这个speed time graph 不是 incomplete的 哈 OK 这个Motorcycle 它15分钟后 它的rate of change of speed OK 是 在最后5秒 是前面5秒的一半 OK 前面5秒的一半 OK 所以我们要讲早 OK 首先 你要找出 它的时间 它的时间 它跟你讲最后的5分钟 所以意思是说 这一边 肯定是最后5分钟 所以要加多一个5 5分钟来这边 所以15加5 就等于20 OK 那么第二 第二点它跟你讲什么 OK 它跟你讲的是 就是 跟你讲的是最后5分钟 的 那个rate of change 是 前面5分钟的一半 OK 所以前面5分钟的一半 所以我们要前面5分钟的一半 我们要找出来它 它的一半到底是哪里 OK 所以我们先找出前面5分钟的rate of change 所以 y2-y1 就是 90-30 就是60 然后这一个 是 5-0 所以我们 是拿来除2 就好了 拿来除2 所以是等于30 OK 后来我们还要再加 去后面这一边 所以它变成 60km per hour 所以在这个 这一个 最后 最后这一个第15分钟 是landed在 30这边 然后你要再加一个30 上去 就变成60 OK 因为 它说的是 它这一边的rate of change 是这一边的一半 所以这一边是90-30 然后这一边就是 30加30 OK 第二 它问你的是 它从第5分钟到第15分钟 它到底是什么motion OK 所以你可以写 The motorcycle is moving at a uniform speed OK 我帮你写 Motorcycle is moving at a uniform speed of 30km per hour in the period of 10 minutes OK 第三 Calculate the distant travel OK Distant travel肯定就是 这边 OK 这一边 拿来乘 OK 它要找的是 First 5 minutes 所以这一边是一个trapezium 所以你找这边的area就可以了 然后轻易小心 因为这一个是per hour 然后这一边是minute OK 所以你要把这个 算出来的minute拿来除60 它就会变hour了 OK 所以最后你会找到答案就是5km OK Average speed 我刚刚一直讲过 Average speed 就是 Distance to Time 所以我们要先找出总共的Distance 总共Distance就是全部的area 你看 所以它全部的area找出来了 是13.75km 后来它除掉总共的time time是20分钟 20分钟在一个小时里面就是1 over 3 小时 所以最后答案就是41.25km per hour OK 好 好